当然我必须说 咱们这是个多元化的世界 并不等于小木的这个做法 就是真理 对不对 但是小木你还是可以说 怎么就能娶那么多老婆 前后 前后 还没有同时 应该说是我 离至婚是对我的前妻的负责 对我自己和我现在的二奶负责 因为你既然 什么叫对你自己和现在的二奶负责 就是我一般的离婚的前妻 都是有了二奶以后 比方说一年或者两年 对吧 他一直在等你 一直想跟你结婚的情况之下 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你怎么定义这个二奶啊 对 在我们这儿似乎说有供养关系的 才叫二奶 有金钱交易的 你的意思是 那当然都是前后脚了 你的意思是当时有了婚卖情愿 还是说要你供养 有经济关系的 我这个二奶是打引号的 打引号 他倒不一定是要需要我的经济 应该是我们俩合得来 更比我跟我的前妻要合得来 然后我就会告诉我的前妻 很准确的告诉他 对不起我们之间没有爱了 可以有情 因为还有小孩 对吧 这个我一定要负责 所以我离婚基本上是 没有到裁判所就判的 都是我们就是一张自己的协议 一个月给小孩多少钱 然后一个星期就离婚 那我跟日本的前妻就这样 那跟我现在的太太结婚啊 或者跟江南爱的太太啊 现在以后不会了 过了五十已经改变了 可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定这件事的 一般来讲我们听到这种事情 通常的戏码都是原配 一苦二闹三商 这样说你这个父亲人 他们也要怎么办 所以我每次都是 胸口吹吹吹零响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用钱摆平了这件事 我有的财产我都给钱去 包括房子 以前我在深圳的房子 两套房子 小孩有的现金全给他 这是男人像美德呀 叫净身出户 净身出户 所以就咱这道德 用不着婚姻法判 对吧 咱给的比法院判的都多 对 所以我没钱 就这样 这每次从您开始 其实这样很好 就是下面这一位 他一定要理解我 他知道我没有经济的能力了 我们一起在奋斗 再从您开始做 但我问你 你不觉得对不起孩子吗 孩子我可以看他 但是看和父亲 完整的家庭 还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那我在日本的这个孩子 只要能让我看 我每天都可以看到他 我们三个大人 用同一个停车场 甚至经常用同一台车 这就是我们处理 那你的前妻又找了新的丈夫 没有 他不愿意 当然他可能有别的男朋友 因为他可能年龄大的 像年轻的 他是不是不愿意给这个孩子找一个后爹 有这个考虑的 对 而且我现在结的婚 又有小孩 他都不愿意告诉这个孩子 我有小孩了 哎呦 是 是这样的 但是他的毕业典礼 他的发表芭蕾的表演什么东西 都会叫我去 都会跟他的 我三个都是男孩 都是男生 一个二十一 一个十六 一个三十八 二十一 对 二十一在深圳 哇 你算是有福气的 其实 你见过没有福气的吗 我 嗯 没有福气的 一定 我讲 每天摊开报纸 很 能上报纸都是没有福气的 嗯 你知道吗 哪些人家里多有钱 嗯 你看起来人家福利弹簧 但是这个几方又讨厌哪个几方 然后之间又要争财产 然后呢 明明掉着点滴 还要出来发表声明 就是这些东西 你看了你都会觉得说 哎 怎么会这样 明明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 人家多么羡慕 世界首 世界级的首富 嗯 然后呢 我们都觉得说 哎呀 然后好像家里几个老婆 然后妻妾成群 然后小孩子也都 不敢说 呃 多怎么样 但至少也都是哎 挺好的 好像一家和乐融融 嗯 但事实上呢 当你牵扯到钱啊 或者什么的上报了 对 好几天头条了 你看到你还是会觉得 搞不定 嗯 还是还是搞不定了 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啊 这种事实上的这种 所谓小三二奶 这个现象啊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一个 少数人群的问题 嗯 就你得承认在中国大地上 现在有一小部分人 嗯 事实上已经过着这种生活 过了十几年 二十年 嗯 都有了 对 其实这是一个社会学家 很值得研究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我最气的是 他有彼此的利益啊 该怎么保证 可能分配 可是我最气的是什么 我最气的是 你只要有钱了 嗯 好像 但你没 这是因为炒出来之前 大家都理所当然的 说哎呀 你的二老婆怎么样 三太太怎么样 四太太怎么样 还帮他们写连续句一样 但如果你是家里没有钱的 他别人就会觉得说 哎呀你这道德观有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 我就觉得这个标准很不一 你怎么能说 因为他有钱 所以他有能力养这些小孩子 所以啊 他好像他这件事情 就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就当看戏一样看 啊 他的秘书 帮他生了什么小孩 所以他就可以辅作正式 今天另外一个多贵的包包 你怎么不去探讨 他的人格有没有问题 或是他的道德观有没有问题 他的价值观有没有问题 反而是那些 没有这些资源的 你就会说 哎呀你看他呀 这啃不下这个 你看吧 事情就乱了吧 我觉得 我在看报纸的时候 我是觉得价值观相当错乱 你知道这是因为 我们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呀 那家伙 梁唐进汉州啊 什么什么的 什么朝代的价值观 都同在 有一部分人的头脑是古代的 你知道吗 可是呢 西非常西方的 男女平等 这种咱们也接受 所以咱们现在就叫一个价值观呢 混乱 或者叫多元 多元 我跟你说 未必是坏事 我个人喜欢这个社会 就是让人民自由发展 有多种选择 我不喜欢的 就因为啊 这个我觉得男女这件事 真的 我觉得是人类最复杂 的一件事 你心里很痛吧 真的是 人类最深的痛 都是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别的事 有什么所谓 工作上的得失 忘记就好 你往往就想起来的一生之中啊 问世间情为何物 全是这个纠沉 对吧 你看小木一直就没错 存在的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研究这个存在的问题 对吧 所以不管是中国现在的 二来也好 台湾的小山也好 日本早就有这种现象 但是他那个社会没乱 一个是他本身那个国家的性开放 他表达的方式 他比较自然 而且是在法律规定情况之下 不影响别人 不影响真正的第三者的情况之下 都在做 所以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63岁 死掉了 然后他的老婆 谢谢他 曾经跟他混过的女情人 他说在最后这几年 是因为你制成他活得到今天 最近日本也发生过同样的例子 就是这个新闻也很妙 因为完全不关那个演员 就是演送行者的那个演员 叫做 我忘了 反正就是他的岳父 也是一个挺有名的艺人 还是什么的 有外遇 然后呢 听说他 他不让那个小三走 所以他还写了信 威胁那个小三 后来那个小三呢 就直接把这个事情呢 就闹上法院了 然后他的岳母 他的岳母在日本也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女演员 演个东京铁塔 然后呢 他还说 他还走出来说 对 他就是有这方面的状况 在这边我也非常谢谢那位小三 因为呢 他奋身出来 告发了这件事情 让他不能再伤害别人 这是 这是一个完全对我来说 是难以理解的 因为在这里绝对不是这样的 在这里一定就是 你们去死 就是这种 向前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四十五瓦能做什么 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四十五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欧派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 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那么小木我问你啊 那在日本要是老婆呢 老婆要是找二爷呢 也经常有 比方说那些流浪的服务生 他们都不是说长期保安 就是他有时间 有一些钱 他会去自己去消遣 也会带 让他们陪着去旅游的也有 跟他买车的也有 有钱的话 但有时候是比较短期的 不会像长期的这样做 因为他毕竟有老公 首先他第一个先进条件是 必须把自己的家庭 做好 该做的事情做好 小孩把他抚养大 然后让他读好的中学 好的高中 好的大学 进去了 都大学毕业了 他可以 有的 所以老年离婚的比较多 他已经 他该做的事情 已经做完了 这个让我很感动 对 我有时候也觉得就是说 人事的责任 没法逃避 对 但是你总是梦想着 哪一天 进完了你应进的这些的烂马其道的责任 走嘛 走了 对吧 想干啥干啥 失奔了 失奔 那就是说 日本社会对这么干的人是什么态度 其实也没有像中国看的那么重 这件事情 其实政治家也好 迷人也好 都在做这件事情 都有很多 但大家也不会炫耀性的 拿出来 对 除非是一定要把它整垮 这个政治家就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 一般是不会的 一般不觉得不足为奇 那只要是说不影响他这个大的环境 不影响公司 不影响他真正的家庭 其实日本人很多有家庭的 很多有家庭 为什么他每天不回家呢 为什么 他要喝酒 他喝酒 他跟男人喝 他不会每天去喝吧 他肯定有跟他喜欢的女人 想去看的女人 甚至想跟他过夜的女人 肯定是有的 所以实际上老婆都知道 你想日本这60年的经济发达 我觉得日本女性真是很伟大 就是他支撑的男人 好好的工作 也好好的消遣 然后你回来我还把你泡洗澡水 对吧 然后你出门出门的时候 把你皮肤擦得干干净净 那你为什么要不喜欢这样的老婆 这是个文化差异的问题 就是我感觉到爱情是什么呢 可能没有爱了 但是会有情 这个情不仅是跟我们亲属的 有骨肉的情 还有一个就是 那我们这个一定要维持这个家庭 一定在工作上也是一对好的泡子了 那不仅是生活上是泡子了 那工作上也应该是这样 这样你一个家庭会维持长久 这个提示给我们未来的一个可能 可能夫妻啊 就叫生活共同体 你们是过日子的 但是呢 感情该到哪找到哪找去 对吧 能在里边找到自然圆满 但是如果不能 也是人性使然 大家清楚 别吃醋 别嫉妒 别生肉吹飞瘤 未来会不会走向这么一社会呢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真宝总动员 那而且互相的 很不容易说只有两个人想的 不然你也有可能 你也有可能